喵喵 吃饭吃饭 我爸做的水煮肉片 我以前不会做 现在给他收几个小孩 看不到我 来你你走过去 红薯玉米也好咯 你尝了啊 你就在你小餐厅上坐着吧 被人家炖个羊拍的 想着灯玉米下了 咱再吃吧 咱就一块吃饱了 因为他不吃生菜 姥姥给喵喵喂个小玉米 坐那儿整个大孩子似的 哎呀好吃的啊 小胖腿 灯大灯大的 吃完饭了 我现在要去趟大苗打疫苗的社区医院 之前几个月都是在山东打的 必须得登记一下 不然约不上下次的疫苗 约好了 下次直接来就行了 我才知道这边自飞跟免费的疫苗 不能一块打 所以跟山东比起来 我要往这多跑好多趟了以后 你走了一会儿啊 大苗拔住那个小窗来 跟他哭哩 哭泣了 他喊了一声 妈 我就抱他出来 他满屋子 照你照不着了 之后没法他哭泪了 爬到我姐妈睡着了 哎呀 睡着了啊 就是这样睡的 是不是宝宝 说是说是 我们今天准备再去看看房 之前看到那个两个房子太远了嘛 就不行还得20分钟 这次在小区里找了一个房源 今天有了两家 再前去这家 等于别下了 不然再去那家去 按照原来便是一家都行 为啥我跟猫哥还是想租个房子呢 因为首先我们急需一个独立的办公环境 这在家工作吧 效率实在太低了 家里又有小宝宝嘛 宝妈应该都懂啊 太粘人了 就看见我就让我抱 你说我不能走在卧室里躲着 不出来吧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跟猫哥不是天天晚上得熬夜吗 我们要很晚才能睡觉 你说说猫父母不管谁来这边吧 白天帮我们带玩已经很辛苦了 这晚上需要很早就休息了吧 这我们互相打扰呀 就是都休息不好 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你觉得我说了有道理吧 人家说距离差什么没 在天天带一个五岸下 放不 所以我跟猫哥就商量着 先看看吧 就在小区里找 如果找不着就算了 如果有合适的那就租下来 同吃不同住 这样都好 是吧 我妈还是不同意 房东给我发的信息是在这个楼 这个楼好长呀 这是客厅 这个是主卧 这个是卫生间 这个是次卧 这个是厨房 这个户型跟我们家一模一样 只是人家没有改动 我们是两居改成了三居 妈妈 你干净这个杂料 在手边不好意思排 人家在 别怪感情 他家肯定就是普着装修的 为啥他买的东西都是坚毅的 每大厨子都是卖的县城的 我约的这个房子就这样了 等猫哥下班了 跟他商量商量 再看看猫哥约的那个房子 咋样 这是男孩 这是女孩 这个是老娘 这个是幼儿 等爸爸下班 你快到这 那我收拾收拾马上过去 走走走 人家在楼下等着呢 真不急的 妹妹 跟老爷在家吧 我们又得去看房了 我今天白天 已经跟咱妈解释了一天 大家为啥要租房子 咱妈还是不是很理点 可能房子不咋地 看我们小区楼下这底上 都在装修 厨房 四卧 卫生间 这边是客厅 客厅左边是个主卧 进来看一看 还没有家具 嗯 大喵哥吃着叫啥 饼干 多弄一瘦 我说你在这干嘛呢 哎呀 你天天挺嗨啊 你感觉这个咋样 就感觉多少有点解漏了 不如再观望观望 那我下午看这个呢 那个晚上不知道啥样了 我不是给你看视频了吗 看视频是挺不错的 过日子过日子 啥叫过日子 过日子就在这会议过着的 知道不 不能想一出事一出 你知道吧 等那婆婆来着 我跟整合走 那不一样啊 主要是狗狗婆婆 她晚上都休息了海糟 我给玉米又睡了海湾 你说她这 哪份咋呢 她露住了啊 就距离差就美了 双方都有独自的空间 然后因为作息时间也不一致 这样都互相不打扰 是不 海湾除了烧钱利大于弊嘛 缺点就是费钱 别的没啥 看孩子你得乱换着看 你不能双方老的都举到一个屋里看 到回来都看够了 换谁去 你想想是这个礼物啊 是啊 你的一个娃娃 就是说 俺来一阵子 那婆婆来一阵子 不正好的事啊 那有那一个房子够住了就行了呗 你非得都敢举到一块 看整天看着你啊 完全不说晚上住的问题啊 有一个最重要的 那我白天办公咋整 你看我白天在这上班吧 妈妈 妈在这 蹭撂衣服 蹭让我喂孩子 蹭让我哄孩子睡觉 蹭让我给孩子做服饰 我静不下心来干事情你知道吧 哎你个厨房子呢 两三年砸住过来呢 那房子比这个大啊 那不早养过啊 瓢了是不啊 弄嘞 弄蹭天啊 我方便呦 你再终结一下 咱俩到底要不要租房子 租房子是为了啥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带你们俩一起来怼我 迷茫了是不 这个饼呢 先吃吧 咋了啊 有脾气的 晚上吃炖羊排 本来我中午就想吃 咱爸不同意 非要等鱼饼下班一起啊 你看啊 你俩真大啊 那你以为呢 哈哈哈 对啊 motherfucker